三次否认主 但是在这一段的经节里面 也给我们看见 有玛利亚绝对的爱主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的注解 有些弟兄们是说我们这样看 可能大家点一点哪一些注解 比较重要 一下子看过去 弟兄姊妹可能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还是慢一点 这个二十五章的 我们还是先把它有一些的经节勾一些 那个注解勾一下 二十五章的三十四节注一 还有三十四节的注二 这样跟得上吗 好可以 那还有就是四十六节的注二 好再进到二十六章的二节注一 二节注一 好六节注一 八节注一 这个经节我们回头等一下会再来看 八节注一 好 再这个比较短的就是十二节的注一 感到抓住机会 十三节的注二 末了就是这个二十六章里面的这一段二十六节 一直到二十八节这一段那些注解其实是非常的好 这个叫我们看见 八节的注意 我相信这一节大家都非常的熟 那这一节有时候我们可能忘记到底是在哪里 那其实这一节诸解非常的好 甚至于我们已经编成了诗歌 好 我们一同读一下 门主认为 宝利亚向主爱的奉献是宝贵 已过二十世纪以来 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 心爱的奇珍 崇高的地位 以及灿难的前途 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 对这些爱主人们 祂是全然可爱 为了我们献上一切 他们交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 乃是新乡的见证 见证祂的感觉 那这个我们读过大概就很熟 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一见美识 这个就是在这里 这个二十六章八节的注意 当然这个描写是非常的简洁 但是我们从治理行间实在是看见 这一般爱主的人 他们愿意全然的广费 就如同玛利亚一般 那我们知道啊 因为主耶稣啊 在这个里面祂是讲到 祂是在伴麻风 刚才我们读的有画的就是六节的注医 祂说这个伴麻风的象征罪人 伴麻风的西门必定而了主的医治 祂就感激主而且怎么样 感激主而且爱主 就怎么样 变在家中为主和祂的门徒摆设宴席 以享受祂的同在 得救的罪人总会怎么样 得救的罪人 阿里路亚得救的罪人 总会这样做 就是把家打开啊 这个甚至是得着主的救恩 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有这个玛利亚 将这个这个极贵的香膏 甚至于他是用这个极贵的这个玉瓶装的 所以在这个信息里面 我们可以再去查读 你会发现这个玉瓶打破一次就不能再用了 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罪费 但是门徒们有些是考虑要去怎么样 周济穷人 他就告诉他们说怎么样 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同战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可见这个需要抓住机会 能够罪费 所以在这里有提到说 千千万万 宝贵的性命 我们历史历代来的确是非常的多 例如罗马帝国那时候遭到很多的逼迫 但是他们因着爱主也不愿意向着当时罗马帝国的情形的迫害 而怎么样而折服 反而更多的人愿意为主训绕 离的确确 圈圈万万宝贵的性命 甚至于这里说到有什么心爱的提侦 在造会生活里面也常常听到 你觉得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 当然可能会所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可能要盖造会所就把他里面可能是订婚的很多的手势啊 就拿去当了 你看这个是不是枉费啊 真的是啊 他们愿意把心爱的提侦献给主 犹如玛丽亚一般 还有什么这里提到的就是崇高的地位 的确这都是我们在造会生活里面可以寻到的一些的见证 我们在这个有些人他在这个军中里面可能是将官的 结果来到会所来打扫厕所 这个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但是却叫人得救 他愿意舍弃他崇高的地位的时候就叫人蒙恩 所以他们这里都给我们看见都是枉费 好那我们末了就来看这个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这一段的这个注节 那其实在这一段的注节里面主要是讲到几方面 第一个是讲到这个主的宴席 宴席主的宴席 那包括当然在这宴席里面有禀有悲 还有这个讲到学还有约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再把它看一看 你会发现里头是非常的丰富 我大概把它看一下 第一个讲到这个丙 丙恩叫我们有份于他做我们的生命 也使我们成为他的身体 至终我们有份于身体的交通 这个是讲到底 因为这个里面内容很多 所以你们回去大概自己要稍微看一下 好第二个是讲到悲 悲重要的是要成为我们的享受 享受神做我们的饭 甚至也能做我们的福悲 我们不再喝那个愤怒的悲 人一堕落 真的这个愤怒就临到了人 但是因着主为我们喝了那个愤怒的悲 如今我们就能够享受他做我们的福悲 甚至于这样的悲是怎么样 是满意的福悲 这个就是带来的救恩 这个叫我们有份于主的血的交通 那之后就讲到血 这个血是什么呢 血是为了要来救赎 这个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至终呢叫什么 就立定了新约 哈利路亚我们在新约里 是因为他用他的血立了新约 使我们能够享受他一切的福悲 所以在这个第二十八节的注意 这一段讲到新约 我们可以马上读一下 有些古卷做新约 主的血既看主的神的公义 就立了新约 在这新约中 神赐给我们赦罪生命救恩 和一切属灵属天神圣的不分 当神将这新约赐给我们时 这约乃是一个碑 就是我们的份 主流了血 立了约 而我们享受这杯 在这杯里 神和一切属神的都是我们的份 血是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 约是神为我们所立的戏具 杯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份 我们读了这个以后觉得怎么样呢 当我们主日来到 好 好